那如果说我要产生第二列的话 当然,你现在不会写词词 在想不出来第二个围圈的话 你可以把它贴一下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不那么聪明 但是也可以做得出来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二不就好了 然后呢,你就输出看看 看有没有结果 这边是一到九,输出 有出来了,一到九 二到,有没有,这边到十八 这样会有个问题 它会跟在它屁股后面 怎么样,找一个换行 应该是这边要一个换行,换到下一行 可是它却接在它的后面 所以理论上应该在这个输出的后面加一个换行 换行我前面讲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 这边输入一个print就可以了 那print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换行 那换行的话,你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空的就好了 这个就是空的 也就是你里面刮物没有任何东西的话 那表示说你就输入一个换行 OK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把它print一下 所以如果在 第一个加第二个 print OK print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输出的 那因为尾巴这边呢 有一个换行 所以这个print的作用呢 就是到这边呢 加一个print print其实在 Python 里面就是反斜线N 这个就是放行 放行到这边第二列 好,那接下来你说老师那第三列怎么办 应该想也想得出来 把这个怎么样 跟print的 按右键 复制 再来怎么样 贴上 然后把它改成 3 在这边改成3 其实没有动嘛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直接呢 把它再print再执行一下 3就出来了 有没有 看得出来吧 不过你说 那接下来 就直接一直贴 一直贴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示意给你们看 当然遇到这种状况 可是问题 如果 如果假设 你实在是写不出来 你为了交差的话 反正你就一直贴吧 反正也不会有老板会说 你程式码给我看看 你怎么写 反正他只看到结果就OK了 所以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很多人 你会发现 神都乱写 他根本不会写 反正他先交差了事 先写一个可以握格的状态 但是其实他没有写得很精简 可是说真的 你这样跑程式 程式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结果对 对啊 但是就是不优化 OK的而已 所以 剩下来就是说 如果 所以假设 我们希望他优化的话 那应该可以整理出一些 固定规则吧 一定会有一个输出 然后加一个print 对 对 因为你执行这个 回圈完之后 尾巴要换行 折到下一个 然后再换下一个 所以呢 有没有理出一个 所以啦 当然你可以先弄 然后理出一个固定的一个规则 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看出哪边会变 如果会变 那你就怎么样 把那个会变的地方 加一个变数比较好 OK 所以哪边会变 有没有看出来 其实理论上 这边不是1 变2 变3 那后面应该就一样嘛 要变到9嘛 所以我们有个固定 的轮廓 他这边应该是要放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清单 就是1到9 OK 还有哪边 一样嘛 所以这边跟这边一样 所以这边也是放1到9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边是一个数字 这边变成一个文字 反正就形态可能要注意一下 诶 那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产生1到9 很简单嘛 接下来 我们一样把这个底下 这些多余的程式 先砍掉 因为只是示意 阿Quinnon的留下来 然后呢 在哪边呢 请你在最上层 最第一行的地方 输入一个叫 4i in range 4i in range 1到10 那这个地方的话 记得啦 我把4i 拿来复制比较快 然后呢 这边把它改成i 那接下来会有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跟它是同一层的话 会出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这个4i in range 4i in range 4i in range 选起来就按tap键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在4i这个回圈呢 它先产生这个数字的时候 当它跑完一次 它再换下一个 也就是i有没有 先产生1 然后它就是 先输出什么 输出1到 先输出这个 那最后一样换行 换行完之后呢 它就丢 再回去之后 i就变成下一个 那下一个的话 变2 那刚好 这边要变2 有没有 然后呢 再下一个变3 所以以此类推 基本上乘4 就可以推理出来了 所以推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应该 再来就是 先在上面加一个 加一个4i 对不对 in range 接下来的话 把这个1 跟这个1 改一下 那这边比较简单 后面这个比较简单 直接加一个i 就可以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数字 可以直接放 那前面比较麻烦 因为前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所以文字要串接 那怎么串 先把1 比例折掉 然后呢 我习惯用这个 叫strim i 它应该是长这样 strim i 有没有 然后串 后面的称号 那strim 的话呢 因为 i本身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 一定要转成文字 才可以跟文字接 这个固定规则 好 那理论上应该就写完了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 ok 所以基本上改了几个 1 加了这个 放上面 2的话呢 把这边缩 缩排 往这边放 3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个 跟这个 修改一下 所以应该步骤的话 1 这边是2 这边的话是3 这个是4 ok 好了 解决了 解决之后 剩下来就是 看结果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变成说 i第一次 横移列 变2 再横移列 一直到 最早到9 ok 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1 放航 放成2 放航 3 一直到9 结束 ok 所以其实看起来 好像程式定不复杂 总total的程式 不过就是四行而已 但问题 这四行其实 蛮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有两个回圈 用这个来决定什么 决定 陈述的词 用这个来决定 被陈述的词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理论上 最好还是分两次来写 可能会比较轻松 不然你一次要写到位 而且不会出错 恐怕不那么容易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swing转型 这边有一个swing转型 这边又有一个swing转型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蛮混乱的 所以未来 假如说我希望把这边 改写的 比较简洁一点的话 其实这边是可以改用format的 只是要怎么样 利用format的 把这边改的简洁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一段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 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的参考答案这里 就这里 第五页地方 你们看一下讲义 应该也有 讲义里面也有参考答案 多少 这是 这是 我很独腾的 谢谢 limitation